所以一定是大家共同组成的一个部分 那这里面其实我想 如果说我们经常这样跑国外 我有一段时间其实是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都一定第一班 到巴黎的第一班飞机 六点多到 我们就冲到跳蚤市场 那我们冲到跳蚤市场的原因呢 当然寻宝是一个可能性 那另外一个我们找人 找人 对 因为我们认识的巴黎艺术家 大概早上通通去跳蚤市场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开始找人 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打电话 问你有没有空什么 我们反正到那边去 我们就可以找到人 那所以比如说 也是一个好方法 吴玄山 比如说我在他巴黎的家里面 我就看到他买了一个马车 后面拖的拖车 他就把它自己改装成一个沙发椅 其实我这边的想法是说 其实再生家具这个利用 不是让他堪用 而是他绝对有更高的价值 他产生在创造的一个机能 所以其实他是两种走线 一个是修护的走线 一个是在创造价值的走线 其实这两条走线要怎么走 其实是大家可以想一想的 那是不是有平台 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 谢谢主任的一个意见 那我们现场再来接一通空音电话 这是一位许先生 许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对 您好 来请发表您的意见 我本身是艺术工作者 艺术工作者 我是陈主任选你的学长徐一诚 非常的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 那我想这种概念 我也跟他常常谈过了 那其实这种东西不是 是关键的问题 那我是觉得很多废弃的东西 我常常在玩一个晦气的东西 再度利用 其实它是可以变成一个 一个蛮好的一个产业 那刚刚有两位议员 那外面都蛮好的 吴议员 然后我想他们对 都蛮有概念的 但是在执行上 其实必须要配到 跟整个工部门这方面 大家去展合 因为空间蛮多的 其实我们现在人力以后 其实这些空间 我看蛮多的 包括这边也都蛮大的空间 其实应该可以整合一块的空间 然后把有兴趣的人 愿意奉献的人 例如说武林也很喜欢奉献 其实做家庭 其实不是在理用 而且应该是变成一个 很时尚的家律 变成一个高雄的一个品牌 那刚刚有几个议员 他的观念蛮不错的 透过比赛 透过加一个创 其实他的家庭 不自在 他的使用的牢固性 所以他的一个美感 加一个再度的呈现 能够再度的加一个美感 其实家庭 他外战的一个角 其实不见得一定要 一般人的修复他的角 其实可以画一个概念 其实说 因为那个角色不同了 我们就画一个不受当的 外战的 外战的 这东西就是 在美学里面 他带一个 不对称的家庭 美感 他接着很多艺术的 装作里面 可以付加一充的一个 新的分面 互以他的一个价值 我的观念是这样的 很多观念 那个 雪莉要教育吧 应该 接着我们 都很做好的概念 其实 就是实行面 我是觉得 我们不要观众不念 有时候 大家在里面 困难 但是 这次换办法去做 即使失败了 我们在途律调整 那接着是 大家等来 等可 我相信 我都要去拿马 可以 我们上次提过 我们怎么整修 穷人 如果 家里面很穷人 怎么样 我们在东西帮他们做一个整修 就 客人家里 家里 去想办法去 就知道一个空间 这都是我们明天一起做的 其实这种很重要的 那种做这个方面 都做 那种都做 那我就觉得 这是一位 我还不知道 反正是团队的精神 蛮重要的 那种做技 等一下 我每天做技 他怎么样才有体感的 再度的呈现 好的 谢谢啊 谢谢我们许先生提供我们 非常宝贵的意见 有学长call in进来 我昨天原本要去他家 拍他的东西过来 后来 我不晓得 他会看这个节目 他有很多的点子 已经之前 其实艺术界的伙伴们 已经其实磨刀祸祸了 其实 他们知道有这样的议题出来 很想要趁这个议题 其实一展长彩 因为这个也闷了蛮久了 所以果然我们这个 再生家具的这个部分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它其实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话题 那可能接下来 我们可能就是要建立 我们自己的一个 在地的一个品牌 那所以透过这个 在地的一个方式 我们来做一个推广 那我们延续 刚刚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 这个市场的部分 已经找到了 已经还要再加油 那如何就是说 我们把它再精致化 老师 您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如果就是说 这个飞机家具 我们把它变成再生家具 那它的附加价值 它还有没有再发挥的空间 当然 这个再生家具呢 它最主要就是延长 这个产品的使用周期 但是从刚刚讲的 你如果纯粹把它当作是一个 平常使用的家具来讲的话 这真的是太对不起它了 太对不起它了 如果可以将它的层次再提高 提升到它变成一个艺术品的话 那它的价值呢 可能不只是10倍20倍 甚至上百倍都有可能 是 谢谢陈老师的一个意见 那我们现在最后的五分钟 我们邀请在座的各位来宾 来对于今天的这个 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 再生家具 您认为它未来的一个走势会是如何呢 未来的期许 我们先从吴议员这边开始 两个价值 第一个刚刚讲的 开教育 开美学的眼界 知道什么是美 什么是让我们生活价值 怎么透过这样的旧家具 再利用再设计 让走进我们的生活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活 一个环保 利用环保的一个美学 第二个价值就是 增加就业机会 增加这个产业 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谢谢吴议员的意见 那陈老师 谢谢 有关这个家具再生利用 人员的培训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 如果可以从这人员 好好的训练以后 将来这个产品 在市面上应该可以管控的流通 谢谢陈老师 张一元 谢谢 废弃家具再生 虽然只是一个环保概念 希望它能够对地球更好 但是其实它还能够衍生 创造更多价值 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说不定再跟你设计感 然后让更多的地方可以去使用 然后它可以创造出另外一个产业出来 然后训练出更多的人才 其实在高雄会变成是很有趣的地方 谢谢张一元 那请问我们的选拟主任 是 其实我觉得政府公部门 其实担负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就是如何把平台创造出来 那这个部分 其实这一次在吴议员跟张一元的支持之下 要找钱给我试试 其实我们现在整个计划已经都在调整了 那我们劳工局局长 中局长这边 他其实也指示了我们劳工教育生活中心 跟我们的职业训练中心 其实做个整合 那把我们的 其实我们有的空间 其实可以把它全部拿出来 作为一个创作的平台 那明年在劳工博物馆呈现的 木工达人部分 可以把这个部分其实全面的展现出来 这是我们也在努力的一个目标 谢谢 谢谢 也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事实上这个废弃家具 再生家具的利用呢 希望能够透过我们产观学界的一个合作努力 来真正的落实 让垃圾变黄金资源回收再利用 同时也为我们的环保尽一份心力 高雄现场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晓吗 睿 увидеть